歡迎來到城堂一整坡的風格大餐 而且嘉澤這個台北市的伴侶旅 新鮮有彈性的黑鮪魚 還有色澤鮮豔的櫻花鯊 以及口感紮實的魷魚子 看到這三寶排開百分多少 就知道我們來到從東港 在這兒吃雄七的黑鮪魚 一份五兩種的尾腹生魚片 在這兒只要七百塊錢 在台北市吃 最便宜也要千元幾票 更特別的是 人稱阿銀的老闆 愛東港雄七食材陸菜 變化出一道道在別的地方 吃不到的創意回家窯 就連菜地人都只要吃 這邊的魚貨新鮮 價錢合理 然後又可以吃到東港的 黑鮪魚創意料理 所以我們就嘗在這邊吃 看阿銀加鮪魚血肉切成丁 放豬腳肉、魚漿、胡蘿蔔丁和雞菜丁 再加點胡椒粉和糖調味 拌勻後打個全蛋 捏成鋪湯球大小 真心原本炸成金黃色 再將蛋糰魚送進烤箱烤三分鐘 炸好的鮪魚球放在烤過的塔皮上 搭配這些芒果做成的沙拉醬 外出碎內軟嫩的鮪魚球 沾沾甜甜口感 它吃起來的感覺就是它 本身是一個鮪魚鮪魚的香味 然後還有杏仁片的香味 然後加上那個就是 芒果醬啊 就搭配起來啊 有一點稍微甜甜的 然後又有一點黑鮪魚的香啊 然後還有搭配這個餅皮啊 這個蛋糰的皮啊又香又酥 雙魚口味還有這一道 鍋巴韋樂煮紅咖哩 一起看喔 海銀使用的鮪魚肉 還是油脂造少口感QQ的 帶鮪肋排肉喔 因為帶鮪的部分呢 它吃起來會有點QQ的 如果不帶鮪的話 它吃起來肉質會澀澀的 比較口感比較不好 在外面吃的鮪魚好像沒有用帶鮪的喔 只有你這邊有 對對對 但是我們自己去特別去挑選的 阿銀把帶鮪的魚肉用醬油 拌海白粉和蒜頭等也一個晚上 讓它充分入味 接著沾一花粉炸油鍋 鋪炸成金黃色 鍋巴也平常炸油鍋 和三色椒拌一下台上 醬汁的調配也不馬虎 將泰國進口紅咖哩醬 柴魚高湯煮開 加點菜白粉水的勾芡 跟在炸好的鮪河海上 就完成了這道 充滿南洋風的黑鮪魚緊吃吧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對很特別這樣 帶骨會不會很不方便 不會不會很不方便 對很好吃很QQ 對它沾醬很特別 沾醬是什麼 它是有一點酸酸甜甜的 有一點異國風的感覺 除了以上兩道創意吃法外 阿瑩說要補償黑鮪魚 一定要吃號稱黑鮪魚版的皮脂肉 和阿瑩將肉的六面沾滿黑胡椒粒 用奶油煎熟 直接正反兩面 煎成三分熟 因為煎太熟的話 那個肉吃起來會太老 兩面熟的話 它吃起來會比較滑嫩 口感比較好 讓黑鮪魚切成厚度約一公分左右 放在加熱至250度的烤鍋上 淋上威士忌酒煙火燒 松中火焰讓酒精揮巴 這樣黑鮪魚吃起來 才會有淡淡的酒香 最後在淋上可以補照上吃 外焦內嫩的黑尾松板 會讓你吃了忍不住 讚啦 吃起來感覺不好 苦白 比較粗糙的感覺 吃起來比較粗糙 比較粗糙 黑胡椒的味道很重 吃起來 在外面有吃過一樣的味道嗎 沒有 在這邊吃最棒 來到東港說的黑鮪魚 當然不能做過 用櫻花茄炒出來的炒飯 口感酥脆的櫻花茄 炒飯在米飯裡 保證讓你一口接一口 捨不得得炸吉利米 什麼呢 比較香 那飯吃起來 利利分泌 櫻花茄的味道 沒有 比較香的味道 就是跟別家不一樣 東港三寶 最後一寶 魷魚子打米蘋果 不但解了魷魚子本身的膩 也是阿姨想出來的創意菜喔 一整個東港三寶海鮮大餐吃下來 要是超過一千塊錢 阿姨還不惜成本 請可吃鮑魚 新鮮鮑魚切成冰 用起司來炸 大人小孩都愛吃 QQ的啊 然後有一點奶香的味道 主要是他這邊 消費滿一千就會送這一道菜 不用錢 不用錢 下回來到東港 除了一城不變的 黑尾生魚片外 阿姨的創意 黑尾料理 會帶給您 全新的味蕾享受 來當上獎道的獎妻 喔 獎妻啊